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透过一集YUNA的Vlog 看一下韩国社会的问题 前几天,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透过一集YUNA的Vlog 看出韩国人的问题的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是有关YUNA高中毕业的Vlog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底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不是,这是什么? 连带完全是诈骗 怎么能这么漂亮? 我本来不爱看Vlog 但是从缩图到影片 这连带工具真的太棒 学校能有这样的人 真的很像网络小说一样 真的不像画得漂亮 唱歌跳舞样样精通 怎么能不入坑呢? YUNA本来就很漂亮 但是看Vlog的话 眼鼻嘴,脸上没有一丝的空隙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海外网友们的留言 因为大家的英文都比我厉害 所以 总之,这位网友表示 外国粉丝们的留言 大部分的重点都是放在YUNA的毕业 但是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重点都是放在外貌 所以这位网友就觉得 韩国社会注重外貌的这个风气也太严重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真的,不只是YUNA 看其他YouTuber们的Vlog 也都只是在说外貌 毕业Vlog不是祝福他 而只是在留言外貌 确实有点奇怪 这是真的 我看的YouTuber因为发生了一点事情 所以哭着拍了一个影片 外国观众们都是留言 加油,马上就会过去的 要跟家人在一起 这种安慰的话 而韩国观众们虽然也是有安慰的留言 但是也有非常多 连哭泣的脸也这么漂亮 这种留言 我也一直在想 每天都有比较女爱豆 谁的脸比较小 谁的颜值赢过的谁 所以韩国的幸福指数才会这么低 称赞外貌没有问题 只称赞外貌才是问题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说眼睛怎么了 鼻子怎么了是不太好 但是单纯只是说漂亮也不行吗 看到漂亮的人拍的影片 就会自动的感叹的 应该就是是不是粉丝的差异 不是粉丝的人 不会关心YouTuber看这个Vlog 就是因为漂亮所以看了 然后因为是真漂亮 所以留言漂亮了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 韩国社会很注重外貌 长得不怎么样的话 在学校在公司就可能会被霸凌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个人觉得 这些话一部分是对的 也有一部分是错的 首先韩国社会确实是很注重外貌 不过这里指的外貌不完全是长相 也包括自己的穿搭 智商等其他的魅力 就用我自己来举个例子 从小学到大学 我的交友关系都很不错 如果长得丑就会被霸凌的话 嗯我不记得 明白了吧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 像我们这样没有天生颜值的人 只要努力开发其他魅力的话 一样可以获得比那些颜值高的人还要好的 所以各位同志们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了社会版面热搜的一个事件 3月16号 根据航国大田警方表示 A某与朋友B某一起去了一家吃到饱烤肉店 但是烤肉店的主人挡住了两个人不让他们用餐 最终上方就发生了肢体冲突 客人A某对记者表示 从2020年开始 每个月都会来吃一两次 但是当天突然被阻止 所以感到非常荒唐 我问了主人 为什么不让进 主人回答 因为您吃的太多了 请谅解 A某冤枉地表示 自己在用餐的时候 顶多就是会续点两三次 而且本来就是吃到饱餐厅 不能因为比别人吃得多就赶人走 况且店里也没有标明 不接收吃得多的客人 吃得少的人也不会退款 不是吗 但是餐厅主人C某却对记者表示 A某在用餐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点酒 或者是追加别的付费餐点 只是续加十多次的肉 再怎么食欲旺盛的年轻人 也只会续点四五次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因为疫情 营销额已经缩水了80% 所以在敏感的情况下 发生了这件事情 当天我很恭敬地对客人说了 因为吃的实在太多 结果他就不高兴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知道吃到饱的意思吗 不能吃到饱的话 就换名吃不饱吧 就是为了这样才去吃到饱餐厅啊 主人疯了吗 不是吃到饱吗 那不如就标明一下 可以续点几次吧 因为吃的不多的人 盈利是理所当然 因为吃的多的人 亏损又不想要 那就不要做吃到饱啊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吃饭吃到一半 被赶出去的话是不行 但是在吃之前就不接受 我觉得是主人的自由 十次是过分了 再怎么是吃到饱 也要有遵守的底线吧 做YouTube吧 能续点十次的话 可以成为YouTube超级新鲜的 所以对于吃到饱餐厅 不让吃的太多的人用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